晚上九点多银色乡行车在路口左转 不过下一秒就把正在过马路的女路人 撞得倒地不起 黄姓女子遭撞后浑身是伤 不止是只多处擦错伤 就连头部也因为撕裂伤缝了好几针 甚至还出现脑震荡 因为一场车祸 饱受后一阵之苦 生活大受影响 好几个月无法出门工作 还得面临庞大的医疗支出 而令被害人最无法接受的是这件事 被害人控诉今年二月 遭到阳性驾驶撞上 至今过了九个多月 赔偿金却一直谈不拢 而教士者的里长爸爸 竟然还利用职权找来明代官说 我一直都很有诚意 当然我也把房子给卖掉了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议长的助理 吴先生在帮我们处理这样子 对 去那边就是做一些 咨询的一些问题 对此教士驾驶澄清 一直都很积极 想和对方调解 傅子良也只有向议长助理 咨询法律问题 怎么可能找议长官说 想说我去办理长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 如果东西你的话怎么出了 我也不想 而新北市议长蒋根皇也表示 根本没和里长父子碰到面 否认官说指控 只是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未来恐怕只能对部公堂 请法官主持公道 继续来信房伯峰采访报道